小編是男朋友嗎?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耶 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屬孝燕玲 經過了一年漫長的時間 我的頻道終於在 今年的1月7號晚上11點多 破5萬訂閱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一路走來的支持 因為其實呢 每一次看到你們留言說 很期待看到我的影片 很喜歡我介紹美食等等等等之類的 其實這些留言呢 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大的鼓勵與支持 那每一個留言真的是我本人回覆的喔 真的是我沒有小編 因為很多人說 你怎麼這麼有空一個一個去留言 因為我個人覺得 你們都花時間在觀看我的影片 然後也甚至願意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跟我互動 那我覺得我應該也是要 認真的把你們每一則訊息都讀完 然後並且可以的話 都一一回覆大家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回覆到大家留言的話 請多多包涵 因為我最近真的很忙 又要剪片又要拍片等等 那今年呢 其實我給了自己一些目標 我希望呢 今年能夠跟大家見面 就是來辦一場薯本見面會 那第二個目標呢 就是我希望呢 可以增加美食直播進來 因為我沒有試過在YouTube平台上開直播 那大家之前都有建議我說 可以直接開直播 然後可以更直接的 近距離的跟大家互動 我覺得這個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不用剪輯 欸 第三呢 我希望就是之後的影片啊 可以多加入一些旅遊的元素進來 甚至多拍一些個人化的東西 不過呢 我還是不會忘記會跟大家繼續分享美食的 好 因為之前有答應大家 如果破5萬呢 我就要開始拍一集5萬的Q&A 所以呢 我之前有在IG的限時動態上 請大家提問問題 大家還真的蠻多問題的 好 現在我就要來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有男友嗎 By the way 看了你來苗栗吃的影片認識你的 喔 謝謝 要記得按讚分享喔 哈哈 有沒有男朋友這件事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一言難盡 但是呢 我現在的主力就是工作 就我希望把更多的時間和心思花在YouTube平台上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的支持 彥琳喜歡台灣的男生嗎 會考慮跟台灣的男生交往嗎 嗯 覺得跟國籍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對我來說 其實是還蠻溫柔的 顏值有的也還不錯 當然遇到好的對象 一定會考慮的啊 你幾時去台灣的 我什麼時候來台灣的啊 我是在2010年來台灣的 你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以頻道的目標來說 我當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為百萬YouTuber 但是如果以人生目標來講 我希望可以健健康康的生活 開開心心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平常除了吃還有喜歡什麼樣的休閒活動嗎 欸好像還真的就是吃欸 呵呵呵 但是我以前很喜歡登山 我喜歡戶外活動像是野餐啊 露營等等 因為我覺得 接觸大自然 真的是可以讓心情非常的愉悅 也可以放鬆 你在台灣的全職是YouTuber嗎 還是有其他的正職 對我目前是全職的YouTuber喔 今年會回馬來西亞嗎 我希望今年可以回馬來西亞 這是我今年的夢想 所以希望疫情趕快結束 讓我可以好好的回家 跟我的家人團聚 照片的頭髮是去哪裡弄的 相當的好看 這瀏海是我自己剪的耶 因為我瀏海都不給人剪 會不會定居台灣 會不會定居台灣之後 取決於未來會不會嫁給台灣人 因為如果我沒有打算入籍台灣的話 應該是不會定居台灣吧 你們家有幾個兄弟姐妹呢 我們家是有三個 包括我的話 就是有一個姐姐跟一個弟弟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拍一支 介紹家人跟你的成長故事嗎 我覺得這個不錯耶 謝謝你幫我想了新的企劃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我之前也有拍過 跟爸爸媽媽去吃早餐的影片 然後也有拍過 跟弟弟挑戰辣美食的影片 只差沒有跟我姐姐拍過影片 因為我姐姐比較低調 她比較不愛露臉 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一次把我家庭成員分享給你們 然後成長故事 嗯... 我其實也忘的差不多了耶 呵呵 除了食物系列的影片 未來會有想要嘗試什麼樣類型的嗎 我未來是還蠻想嘗試旅遊類型的 因為我個人非常的愛旅遊 所以我希望美食跟旅遊可以同時結合在一起 你最喜歡的音樂是什麼 我最近很喜歡聽有一個 男樂團叫做Why Don't We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去台灣發展呢 其實我當初也沒想太多 我當初是這樣 因為我小的時候呢 其實會常常看台灣的偶像劇 那以前對台灣偶像劇裡面的人物充滿幻想 總覺得台灣的男生好帥喔 然後台灣的女生也很可愛 很想來台灣見識一下 當初去台灣的時候要準備什麼嗎 其實要準備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要準備很多的錢 二就是要準備一顆道別的心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第一次出國真的非常非常的緊張又興奮 然後要離開跟我一起生活的爸爸媽媽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 可以請馬鈴薯小姐唱歌嗎 我記得你很會唱歌 你怎麼知道我會唱歌 我沒有很會唱歌啊 唱歌只不過是我的興趣啦 那有機會的話可以cover幾首歌給你們聽 葉琳可以推薦我們你心目中前三名的美食嗎 我記得山上咖哩的咖哩飯超好吃 然後第二家推薦的就是四川麻辣火鍋 那個辣二爺 我覺得它的麻辣火鍋很好吃 我記得我之前有拍過一集 那個秋蟹記的 頑固河石 螃蟹 太好吃了 彥琳姐姐幾歲啊 我其實是1990年出生的啦 請問彥琳來台灣很久了嗎 當初是什麼原因來的 大家真的很好奇我為什麼要來台灣 欸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拍成一個特輯耶 好我下次再拍一集就是專門解答 為什麼我會想要留在台灣 為什麼我要來台灣這件事 其實有很多detail的東西是這一集裡面講不完 你可以挑戰一個禮拜不吃辣嗎 能不吃辣我就不吃辣 因為我現在想要養胃 就保護好我的胃 這樣子之後呢 才可以繼續介紹更多辣美食給你們 請問馬來西亞人都很會吃辣嗎 這個不一定耶 我覺得普遍來說馬來西亞人都愛吃辣 因為馬來西亞的美食大部分都有辣 會不會吃辣其實是兩回事 你怎麼都吃不胖 多運動啊 你為什麼突然不做直播組 以前我確實是做過很多平台的直播組 可是因為我在直播一直找不到直播下去的動力 就覺得直播蠻無聊的 我之後呢會想要嘗試在youtube做美食直播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蠻有趣的 為什麼頻道名字開頭要我是 欸 因為我很貪心想要放馬鈴薯小姐 又想要讓大家知道我的名字燕琳 所以一次有兩個名詞在裡面 如果不加一個主詞進去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就加了我是馬鈴薯小姐 也可以說我是燕琳 小編是男朋友嗎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欸 是 小編是我的男性朋友 蛤 彥琳今年會在台灣過年嗎 會啊我今年一定會在台灣過年 因為我真的回不去啊 我只能留在台灣過年了 過年會有什麼活動嗎 我還不曉得 但我會拍一支我在台灣過年的影片給大家看 順便分享給你們 我人生第一次在台灣過年會有哪些感受 請問除了拍片外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剪片 因為我有太多的片剪不完 請問你會嫁給台灣人嗎 如果我的未來男朋友 值得我嫁給他的話 應該有機會 彥琳名字筆劃很多 不知道姓氏是不是也很多筆劃 好像也蠻多的 在台灣你最喜歡什麼樣的宵夜美食 台灣的宵夜很多 每個都很喜歡 但是最喜歡的應該就是雞排吧 你會來美國辦一個見面會嗎 有機會的話我也想要到美國去看看 因為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到過美國 有交過台灣男朋友嗎 有 請問為什麼前陣子突然回馬來西亞工作一陣子 不在台灣發展 因為那個時候我回馬來西亞 是因為我的工作簽證遇到了一些小狀況 所以我必須得回去 但也很順利的解決了 所以我又再回來台灣繼續發展 彥琳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工作 其實我不是一開始是想要來台灣工作 我是一開始是想要來台灣念大學 那因為大學畢業後就很順利申請到工作證了 所以我才留下來就留到現在了 什麼時候去香港 那就要等疫情結束了 現在拿到永久居留或身份證了嗎 還沒欸 我現在還是居留證了 我也很希望可以申請到永久居留 那有考慮讓家人一起移民來台灣嗎 我覺得我的家人在馬來西亞應該過得蠻好的 他們應該也沒有想過要移民來台灣吧 彥琳當Youtuber之前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之前其實是做跟表演相關的工作 比如主持啦 表演啦 然後什麼學校科系畢業 我是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 喜歡的男生類型 我喜歡陽光型的男生欸 就是比較正面一點點活潑的 但是要有規律的生活 因為呢我自己的生活也算蠻規律 我怕呢如果他的生活作息很顛倒的話 會影響我的作息 畢竟呢兩個人要一直走下去 還是要有共同的興趣 才可以維持長久 嗯? 喜歡的顏色 我喜歡亮色系的像黃色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 墨藍底色像綠色那種 我覺得帶有點灰細的 欸好像也蠻好看的 新作是什麼 因為我是1月9號生日的 所以我是摩羯作 血型 O型 不知道今天回答的問題 大家還滿意嗎 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 要朝10萬訂閱賣進 因為10萬訂閱以後呢 我就要到大王麻辣乾麵 去挑戰一次 那個時候呢 我會再邀請幾位 鼠粉一起來挑戰 你們說好不好 那今天的5萬Q&A 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一起繼續加油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馬鈴薯社燕玲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